我平常出去 我動作比較大 上節目會穿比較女生 但是平常私底下 我都是以寬鬆 寬鬆為主 宥群老師有沒有 達到她的水準 老師有沒有話說 我覺得判若兩人 好 讓我們看看新的 葉昕 美 好美喔 超女人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Queen 她就是不太會穿 對 高跟鞋走路 可是老師知道這一點 老師已經盡量 幫她選一個適合她個性的 比較好 中性一點的鞋子 對 今天我們主題是講 怎麼樣讓男生會關注到 要讓男生感覺到 你是一個女人 之前我們就講過 你身上的單品盡量 是男生衣櫃裡面 比較不容易出現的單品 因為男生是比較 怎麼講 視覺動物 所以他就是看到 那個身形的比例非常女生 然後他的單品上面 可能有粉紅色 桃紅色 裙子 高跟鞋 露個尖 露個尖 她就覺得是女人 我覺得 因為星梅她本身的身材比例 其實算不錯 所以她可以挑戰一些 就是露肌度比較大的服裝 你看到上面這一套 它很好玩的地方 是有一點點不對稱的剪裁 它在右邊的地方 她做了很多的抓皺 然後利用這個抓皺 露出一點點這個 漂亮的肩膀線條 可是這邊用比較大的面積 去對比出來 讓這個地方立刻縮小起來 所以看起來身形會更好 看到這個地方的線條 它是有女人味的曲線 就是會變豐滿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修飾上面 很好的一個小小的技巧 上半身我們先用這樣一個剪裁 顏色 男生比較不會穿粉嫩的顏色 這種顏色它代表的時尚語彙 是告訴人家 我沒有侵略性 我是很溫柔的 我是被保護的 你要讓男生吸引 大部分男生都是喜歡 比較甜美 或者渴望被保護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讓他製造出一個 好像男生看到他會想要保護他 對 那樣的感覺 所以用一個比較淡的 這種水藍色 Baby Blue 下半身的部分 給它的是一個 有一點接近香草的顏色的裙妝 這個裙妝它其實也是 有一點不對稱 你看他在腰線的剪裁上面 這一塊是這樣子往下凹的 我覺得在剪裁上面 女生要穿上 讓異性覺得會注意到服裝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就是他要製造出胸腰臀的比例 因為男生看那個視覺是 越是女人味的曲線 他會覺得越心動 可是如果你穿的就是 西裝外套 寬褲 然後那個現在很流行 老爹鞋之類的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我自己也可以這樣穿 就會覺得你是body 這是不同的一個概念 戴藍色的露件上衣 搭配白長裙跟靴子 取代原本的男孩風打扮 女人味大爆棚 這樣男生再也不會 把你當兄弟了